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会不会拍死在沙滩上就说不准了呢 4月24日晚SNH48M队 2015年首次新公园《我的太阳》 在新梦剧院梦幻首演 已经是第四次公演的美少年晚 在舞台上表现力愈发的稳定活力 多变得曲分甜美的歌声 粉丝们享受着不插电的美好 作为国内最大人数最多的女子团体 每年都会有源运不断的新成员加入 新浪交替难免会被比较 既然团们蓝势汹汹 前辈团们也没再怕的 我们对最后的费就是三七生了 我们这一次的三七生也参加了这次的公演 然后呢我们SNH因为人越来越多了嘛 然后前几天也是我们四七的后费 也刚上了新公演 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是 还是那句话良性竞争嘛 然后希望可以就是 我们作为前辈 其实我觉得这样可以激发更多的潜力吧 妹子们各个青春靓丽 成员之一的直径一根 是被评为四千年第一美女 面对如此高大上的偶像头衔 小G同学竟完全没有偶像包袱呢 其实也还好啦 你不提我可能就忘了 也还好 没有 不会 没有偶像包袱 没有偶像包袱 我天天在 而且她现在是跟我们成员一起的话 我觉得她也不会有那么多雅 有第一美局美人在 后辈们要想超越 还是要再努力哦 很幸运了 上海八达